口气看完五十六国 进会第十期 发生八王之乱 内先的诸民族趁机崛起 304年10月 低族领袖李雄攻占成都 两年后称帝建国成汉 同年 匈奴贵族刘渊在离时起兵反进 自称汉王 控制近东南地区 建立汉照 308年 刘渊攻占河东 平阳 10月 刘渊称帝 并派石乐进攻冀州 石乐连下魏军 巨鹿 长山等军 因害怕汉照的进攻 司马岳帅进军主力 及王公大臣数万人 逃离洛阳 前往其封国东海 石乐之道后 率军追杀 进军大败 趁洛阳兵力空虚之际 刘渊 王弥 攻陀洛阳 近怀帝被掳至平阳杀害 司马业于长安称帝 即禁敏帝 312年 石乐攻占乡国 并以此为基地 对外扩张 314年3月 石乐出兵攻打王骏 杀死王骏 占领河北 但石乐回到乡国后 石乐任命的幽州刺史刘汉 便归附了断补鲜卑的断匹迪 315年 因帮助西晋 征讨汉照有功 晋朝进封拓拔先卑首领 拓拔一鲁 为代王 建立代国 315年 曹仪占领青州 316年 石乐出兵进攻兵州 刘昆大败 投奔幽州的断匹迪 同年 刘聪右派刘耀 攻陀长安 晋敏帝投降 西晋灭亡 西晋灭亡后 司马瑞在建康重建禁庭 史称东晋 梁州刺史张石 割据梁州 建国前两 318年7月 刘聪病死 太子刘灿继委 全臣尽准 发动平阳政变 杀掉刘灿 刘耀和石乐 共讨尽准 尽准被杀 319年4月 刘耀登基称帝 同年11月 石乐脱离汉照 于乡国及赵王位 建立后赵 石乐先是攻灭幽州的断匹迪 又派石虎攻灭青州的曹仪 又攻下了淮北的豫州 衍州 徐州之地 与东晋化怀而至 至此 汉照成为石乐统一北方的最后障碍 329年初 石乐在洛阳大败汉照 不获汉照皇帝流氧 长安大乱 石乐派石虎扫平关中 一统北方 332年 石虎病死 石虹继位 但大权被石乐侄子石虎掌握 334年 石虎自称天王 将石乐子孙屠杀殆尽 337年 割据辽东的慕容先卑首领慕荒 自立为燕王 建立前燕 慕容荒东征西陶 势力日盛 347年 东晋将领桓温率兵攻打成汉 成汉皇帝李氏投降 成汉灭亡 349年 石虎病死 诸死未争皇位 骨肉相残 石虎的养孙燃敏 最后取得了后兆的大权 350年正月 燃敏杀死实践 在夜城自立为帝 定国好位 史称阮魏 石虎的儿子石之 在湘国称帝 前燕趁机夺得幽州 断步鲜卑 则趁乱在山东建立大旗王国 燃敏的杀狐令 引起胡人的仇视 石之联合羌族的姚义仲 和慕容鲜卑的前燕 与燃敏互相攻伐 低族首领胡剑 则趁乱进入长安 占领关中 一年后称帝 定国好秦 史称前秦 兵州刺史张平 也趁乱割据兵州 351年 石之部下流险 杀死石之 投降燃敏 后召灭亡 352年 前燕大将慕容克 南下攻打燃魏 燃敏中计 陷入鲜卑骑兵重围 被俘后遭斩首 前燕军队随后攻入夜城 燃魏灭亡 河北落入前燕之首 355年 慕容克率军征拔断旗 次年逃灭 355年 福建驾崩 其死扶生继位 福生残暴不仁 福建侄自福坚 杀死福生 自称天王 福坚在王蒙等人的辅佐下 国立日强 361年 前燕攻占兵州 前燕多次进攻东晋 攻占中原大片土地 369年 东晋大司马 桓文北伐 但在方头之战 被慕容锤击败 慕容锤威名大震之后 遭到太父慕容平的猜忌 无奈之下 逃奔前寝 福建大喜 太王蒙率步骑三万 进攻前燕 王蒙率军一路长驱直入 先克洛阳 在下进阳 一直打到夜城 福建七率十万精兵 前来会师 前秦大军围攻夜城 前燕散骑士郎徐魏 开城投降 慕容伟被抓 前燕灭亡 371年 前秦攻灭前仇持国 373年 前秦攻下东晋的梁衣二周 376年 前秦大军进攻孤赃 张天熙投降 前梁灭亡 同年 福建成戴国内乱之际 派遣邓枪 胡洛 晋兵灭带 前秦统一北方 379年 前秦攻克襄阳等地 东晋梁州四时 朱旭被俘 383年 福建命吕光率领七万大军 征伐西域 西域诸国纷纷归府 375年 王蒙去世 383年 福建率领八十万大军 攻打东晋 秦晋大军 隔飞水对质 福荣指挥秦军后撤 又使进军半渡而机制 但在秦军后撤时 朱旭等人大叫 秦军败了 秦军阵势大乱 晋军成胜追击 秦军死伤无数 北水之战 让前秦元气大伤 东晋趁势收府 黄河以南地区 后有攻克 巴蜀和汉中 先前归附前秦的 其他民族 也纷纷独立 慕容锤回到 河北复国称王 建立后燕 前燕皇族 慕容红 收拢关中地区的 鲜卑人 建立西燕 枪族的姚长 在魏北自立 建立后秦 后秦和西燕 联合对抗前秦 福坚被围困于长安 385年 西燕军攻陷长安 福坚在武将山 被姚长部下抓获 最后被姚长所杀 镇守于中的鲜卑将领 起伏国人自立 建国西秦 仇池宗氏扬定 回到龙右 重建仇池国 鲜卑王族拓跋归 在代帝复国 改称贵王 建立北魏 前秦低族大将 吕光自西域东归时 听闻关中大乱 便割据梁州 建国后梁 西燕先卑族 遇东归故乡 最后由慕容勇 率重东征 在兵州建国 前秦福登于南安继位 领土只剩下龙西 三年内 北方八国并力 再次陷入分裂 394年 慕容锤三路大军 攻打西燕 攻入西燕国都长子 西燕灭亡 同年 福登在马毛山以南 被后勤皇帝摇星击败 被升旗后斩首 太子扶虫称帝 扶虫率军进攻西秦时 被西秦梁州刺史斩杀 前秦灭亡 396年 拓跋归率军进攻后燕 夺得冰州 随后东出景情 进入河北 攻克后燕国都中山 慕容堡逃回龙城 后燕被一分为二 慕容德不愿撤往北方 南下华台 建国南燕 公元397年 河西先卑首领拓跋乌孤 自立为王 建立南两 同年 匈奴人举驱蒙训 拥立后梁建康太守断叶 为梁州睦 建国北梁 后勤的姚兴 北攻上军 南下洛阳 东进河东 西面西秦 日益强盛 399年 北魏进攻南燕 乌龙德放弃滑台 转战控制山东 在广固称帝 400年 北梁的进昌太守唐瑶 反叛北梁 推举敦皇太守李浩 为大将军 建立西梁 403年 后梁在北梁和南梁的加攻下 日渐示威 于是向姚兴要求内迁 8月 吕龙帅百官迁往长安 后梁灭亡 403年12月 环玄威逼 建安帝善位 建立环楚 由玉帅北辅兵起兵征讨 环玄被杀 建安帝被迎回建康 405年 乔宋自称成都王 建立乔蜀 割据四川 后酬持国 趁机占领汉中 407年 镇守朔方的铁服人 赫连伯伯 叹秦自立 自称天王 建国胡夏 407年 汉人冯拔 发动政变 杀掉慕容西 雍立慕容云为帝 建立北燕 两年后 冯拔自立为帝 409年 祈福乾规 逃回苑川 自称秦王 攻略后勤金城 隆西等地 西秦复国 409年 由玉率军北伐南燕 410年 进军攻入广部 慕容超被押送到建康斩首 南燕灭亡 413年 由玉派朱灵石 讨伐乔蜀 进军攻进成都 乔宋自杀 乔蜀灭亡 同年 在刘玉的威慑下 仇迟将汉中 移交东晋 414年 西秦攻占南梁都城乐都 南梁灭亡 416年 姚兴病逝 后勤内乱 刘玉率军北伐 收复洛阳 417年 刘玉部将王振厄 紫黄河入贵水 突破同关防线 一举攻陷长安 后勤灭亡 正当刘玉 准备继北伐时 刘慕之病逝 刘玉统兵难归 留守长安的王振厄等人 发生内讧 王振厄 沈田子等人 先后被杀 赫连伯伯趁机将关中夺去 419年 刘玉命人一杀 济安帝 改立狼牙王司马德文 420年 刘玉带尽自立 改国号送 421年 北梁攻灭西梁 425年 赫连伯伯病逝 北魏相继攻取长安和湖下首都 同曼城等大片土地 下王赫连昌被护 其帝赫连定逃往平梁继位 431年 赫连定围攻西秦 起伏木墨 出城投降 西秦灭亡 但赫连定在进攻北梁时 遭土御魂袭击 兵败复 被送于北魏 狐下灭亡 436年 北魏攻陷北燕国都龙城 北燕皇帝冯红 逃往高沟黎 北燕灭亡 439年 拓跋韬亲征北梁 围攻孤葬 北梁国主举取木剑 出城投降 北梁灭亡 至此北魏统一北方 与南朝宋对峙 中国历史 进入南北朝时代